出发啦 一群收拾好东西 准备到我朋友那边去住 谢谢 发生了一些不太愉快的事情 老板娘呢她也不跟我说 我们是担心我们昨天跟我们说了 我们鸡也跑路了 不让她这里住了 医生条件一般 看起来外面 有个大酒店一样 里面跟招待所一样 干净是不可能很干净的 有点老鼠屎 床头下面有一点老鼠屎 然后呢水质她说这边水质不好 叫我们打水的时候打扫一点 因为他们用水呢 都是到青龙场那边去打的 那边的水质好 这边的水质洗了澡 浑身都会发痒 而且做饭的话很多那种沉淀的白色的沉淀物 不是她说煮出来的米饭都是黄的 我越想越不对劲 我到前面把那水全部放出来 还有呢 还有呢 她说宝宝到了干庄那边的时候 第一件事就是帮她洗个澡 因为这边的水质太差了 她也不跟我们说 白打了 全部放掉 店里面埋一点 然后那个油用出来以后 效果很强 我家那个孩子从小就这样用 你知道什么 去吃越南小卷粉 哇 这片基本上都是越南华潮的地方 走去带您去吃越南粉 不过我们之前也去过越南 那叫什么地方了 反正有一个叫小腌糯米饭 小卷粉 小卷粉 木耳有色调吗 这个我们是在哪里吃过来的 我们在广西那边也吃过 广西吃过 越南也吃过 这种是类似于广东的肠粉的 还有一种是煎粉的 那种也好吃 一条两块钱 还挺划算的 嗯 但是 不是 一人的糖 对 我感觉还太少了 对 我感觉还太少了 你没点米线了 我也吃不了这么多 随便浅尝一下 这个装一下行 哇一口这么大条你一口 怪不得别人打包四十条 不好条 我的 你这个吃法一口一条也是挺快的 一天在干装住啊 我就没盖被子 弄一个被单盖 半夜六人的被 能行 我差不多 要一口闷才好吃的 要一口闷才好吃的 嗯 很滑嫩啊 嗯 老板再帮我拿六条 好 刚刚给他买一剪 拉出来了 他就嘟住嘴巴 这什么表现 嘟嘟嘴 有没有那个婴儿化露水 没满意 这地方有那个小黑虫 小黑虫可以咬它的 就咬我脚上 痘痘的 很多 你要我们还没事咬到它的话 很麻烦 你咬的话就会哄很大一片 银丹 他说米线比较有营养 然后差点就给宝宝断奶了 你要告诉他 你说你骗广东人 对吧 他收拾一下他的裤子 他巴基车漏了 去床了 像这蓝条 年轻满满的一天又开始了 我怀疑你要卖楼 但是我又没有证据 卖到越南去做小白脸 整个镇上的人都有习惯 又到吃完午饭 然后回去睡觉 一般睡觉到夜 感觉你住的地方这里有点偏 我就是要这种偏僻的地方 反正在打野 晚上好睡觉 昨天好睡觉 因为我做的做这个木材 它加工时间很大 哦 如果是到镇里面 或者是村子里面 对别人影响大的那个不少 你看 现在还没收拾 很晚了 这些是你做的 有点像那个砧板的 这个我告诉你 这个我告诉你 房东从秋铁路那个Bug上偷回来的 然后还被派出所抓了 哦 这派出去没事吧 嗯 好像没怎么处理他 哈哈 处理不多 然后这个就是房东以后 安强晚年的东西 哇擦 你看我睡起觉 一睁开眼睛就可以看到了 哇擦 你看看里面 你别敲 等下有什么东西跳出来 我之前我以为是个厨柜的 让人震惊的操作 我感觉还是不要让他们过来了 这个颜色 你看下面那个颜色很鲜艳的 哈哈 我感觉还是不要让他们过来了 真是一个修养生性的好地方 这些就是沉默了 喂喂什么神神秘秘的 你原来是做这个 这是鱼缸里面的摆件 他们的各式各样的样子 不一样的 价格就会不一样 它是本来就有这个造型呢 还是自己切割出来啊 必须天然的 切割出来 人为痕迹才能讲 对的 都是山上收下来的 一般有没有说规定要哪种木才行啊 有的 只有三种木 我看做成木的话 必须第一个要求 要沉水 对 不沉水的话没用 哈哈 有道理 沉水的木头又很少 它要有那个密度 对 所以说 只有几种特有的木头可以做 这个叫 在名单叫紫油木 每块都是沉水的 另外一种叫杜鹃羹 杜鹃羹也是 我以前买过 车上这些都是 样子还是挺到位的 看起来挺乱的 那是挑出来 好多精品在里面 我刚刚他让我目测一下这个多重 我看他的体积跟密度的话 应该是80到120 这个真的是80 哇 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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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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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什么东西 用来做什么 做什么 做风水柱 就是石头 下面一个石头 上面一个柱子那种 对或者是给它横在桌面上 叫横踩 它这个木室你们这边比较多吗 对 这边海拔气候刚好合适 这个东西它只生长在 海拔1100米以下的地方 这里海拔是大概500多 老百姓的经济收入之一 除了正常的工作外 就是挖这个木头 这个它也是自然枯死的 不算是毁坏自然资源 要在树 在泥下面挖出来还是地上面 它枯死以后 然后比如说被水冲刹到水沟里面 或者在地里面枯死的 给它挖出来 一般都是在泥里面的 那个是七几年时候过来的吗 七九年 七九年 你又是哪一年过来的 你是哪一年过来的 我是那边出山的 我爸里面出山 哦 那边排华 那时候排华 哦 就那时候过来的 那个你家媳妇呢 你家媳妇有在吗 他在车里面 他在车里面 这个要照相 这房间还行吧 那你昨天呢 那是墙太多了 墙太多太多了 我也是开了双房间 双床呢 这空调应该是可以制冷的 这个空调基本上就不制冷 我们就不过去他家里面住了 那个房子呢也是他家租的 所以就门口 就在他家门口打开一点了 就放了一口棺材 立起还跑来问我 那那个是新的还是旧的 有没有用过 然后他说是旧的 我是下意识我太激动了 我就没想那么多 我就说旧的 好像叫了 哎呀我们真的是 乖才还有 也不知道他放那里干嘛 算了 不要去问那么多 不要管 先休息一下吧 我觉得这个床有点小 嗯 是哦 只要就拿那个床头盔一下 防止妹妹掉下来 那些东西我都给你带上来了 你也可以给他洗一个澡 我回来的时候再把矿泉水给带上 晚上妹妹如果要泡奶的话也可以泡 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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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现在宝宝也要睡小了 喜欢我们视频请观众 拜拜